手机游戏和PS5游戏虽然都是游戏 但区别很大 天壤之别 那天我刷到一个直播间 一个男的在玩王者 那里面有十几万人在看 后来我又找了一个PS5的直播间 有个美女主播在玩新游戏 让人崛起 也就100多人在看 我又找了个新任的直播间 这也是新游戏 女主角很性感 也就200多人在看 另外我还看了一些 大部分的PS5游戏的直播 很多在线人数都是个位数 从围观人数这个角度来看 手游是PS5游戏人数的500到1000倍 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第一进入门槛 手机普及率很高 几乎人手一步 很多人可以花一万块钱买个手机 却不会花3000多买个PS5 因为手机是必需品 PS5可有可物 第二游戏体验不同 手游一般都是免费下载的 手游玩的是及时满足 玩的是奖励 玩的是填补生活中的无聊 虽然玩的时候有时生气 但不玩还难受 玩家的心里被游戏拿捏得牢牢的 PS5的新游戏大概500多块钱 老游戏也得100左右 这种主机游戏的体验很好 画面 声音 手柄反馈 还有VR设备等等 玩一把游戏就像看一部电影 读一部小说 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段历史或者故事 其实PS5门槛高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让小朋友玩PS5 他们也会觉得画面很好 体验很佳 但是他们玩两把 玩两下就会放下 继续玩他的手游 我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 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都这样 这是因为手游还有社交属性 他们在校园和同学们交流的是 猿神 王者和吃鸡 而不是战神 双人成型和只狼 这也就印证了视频开头说的 围观十万家和一百人的区别 另外我再说个扎心的 喜欢PS5 PS4 插爆和switch的这帮人 大部分都是80后 或者1975年到1995年 这20年期间出生的朋友 要是再过十年 80后都50多岁了 玩游戏的时间精力肯定更少了 再加上一些提前走的 越想越可怕 所以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